台中的無框架甜點 我覺得加熱吃好吃很多欸 還有什麼內餡 可可的味道 非常好 幾乎是像生巧克力 看不出什麼厲害對不對 紅切麵非常的漂亮欸 這樣很好吃喔 那個綠豆沙好合喔 融合得好完美喔 已經從就是30度拍到 現在已經7、8度飽 我都感冒了 好,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賴媽祖父生活 現在是2020年的11月中了 那今天呢其實又要開箱 我久久會開箱一次的主題 就是我會選一間 我很有興趣的甜點店 然後可能是載配 或者是直接買回來 開箱他們的品項 那今天要開箱的是 台中的無框架甜點 然後他的主理人是 陈立哲先生 然后陈立哲先生你去Google 或是你去他的无框架的网页 你就会发现哇 他真的是非常厉害 他得过很多 不管是亚洲或者是全球的甜点方面的奖项 应该说他第一次让我有印象是 跟全联的联名 应该有快一年前了吧 我印象中好像还不错 那他们最令我好奇的是 台中最厉害的太阳饼 然后我也会开箱他们其他几个我有兴趣的品项 那如果你今天对无框架甜点开箱有兴趣的话 一定要记得继续看下去 他们是用IG或是FB会发文一些订购资讯 那寄来的话呢 就是他们包装的很好 我已经拆掉外面包装纸了 然后他会附这个很漂亮的带子 然后就是这种很有质感的 然后这种方形的 然后他的slogan就是你的一口 是甜点湿的一辈子 那我今天买的是太阳饼 蜜橙可可还有熟橙蜂蜜蛋糕 那我可能会先从太阳饼吧 我最期待的开始吃 好那我们就先从他的太阳饼开始 那我买的这个是六入 然后六入的价钱是270 然后他有十入跟更多的离合包装 他在常温之下可以保存三周 然后他是写说不用冷藏 包装的很精致 然后他有附一个说明书 这个是他们的算是名片吗 然后我必须说一下他的成分呢 他是用诺曼蒂发酵奶油提炼的 重乳奶油 以及手工熬煮生奶糖的内馅 然后他是台湾首创自家提炼的 重乳奶油 然后他说可以常温 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也可以预热烤箱 180度回烤4到5分钟 去烤箱状况而定 我们就直接吃一个常温的好了 大概就是一个正常太阳饼的大小 因为我的手掌再大一点吧 嗯 很香 可是说真的 闻起来跟一般的太阳饼不会差到太多 我们就切一半好了 好 我们就直接吃看看啊 第一口我真的还吃不到什么特别的 就真的是跟一般的太阳饼 不会差太多 它也是非常的不甜 甜度我觉得大概两分吧 然后里面呢 有点像麦芽糖在馅 会有点黏黏的有点点口感 诶 我好像吃不太出来 它的 就是外皮有什么 特别跟别人不一样的香气 我应该没有得心怪费呀 它也是层次 算是蛮多会一直掉的那种 它层次很多 我刚跑去加热一下 然后想说吃看看我们什么不一样 其实又比较香啊 我觉得加热吃好吃很多耶 而且它那奶油香都跑出来了 层次好分明喔 原来太阳饼比较烤 它回烤比较好吃耶 好吃很多啊 它里面内馅比较融化 所以十分建议要回烤 180度四到五分钟 我觉得非常好吃 就是跟常温可能就是我退冰吧 它有点冷冷的 然后会黏在一起那种感觉差很多 那我觉得这一款的太阳饼呢 就是蛮推荐大家买看看的 然后一定要回烤 然后可以放三个礼拜 所以其实还蛮耐放的 推荐 好 接下来看这个是熟成蜂蜜蛋糕 它大概是5.5寸 400元 然后一样冷藏两天 冷冻大概可以保存一周 喔 它是 长这样 很漂亮耶 它写什么啊 1460个日子里 反正就是它的一个座右名就对了 它说这款蛋糕是一座承载 就是黄泉泉一体的堡垒 找不到一丝杂质 然后基本上呢 它没有一丝砂糖 它的原料就是纯蜂蜜 鸡蛋跟面粉 我先闻一下它的味道 就很香的蜂蜜蛋糕的味道 然后它是做成圆形的 它中间感觉有一层类似 应该是蜂蜜吗 对 然后就很单纯的 样子 没有什么内馅 然后孔洞蛮致迷的 这面比较丑 好那我就直接吃了 它蛋糕体是那种湿润的欸 有那种很像那种海绵 你就洗碗的时候那海绵 会沾到水的声音 我觉得蛮特别的 它又不是一般蜂蜜蛋糕那么的甜腻 但是它有它的香味 它的香味非常香 它蛋糕体是偏 海绵蛋糕再湿润一点 也蛮特别的 但是你要说它的底层呢 就是没有那个蜂蜜蛋糕最甜的那个 就很多人爱吃的那个部分 它吃起来就是比较清爽版的 传统蜂蜜蛋糕 我觉得蛮好吃的 我觉得蛮好吃的 听到声音吗 我觉得推荐给 喜欢蜂蜜蛋糕 但是又不爱吃那么甜的人 也蛮适合这一款的 算是清爽 然后干净舒服的感觉 好 接下来是蜜蜜可可 看得出来它算是棒蛋糕 它这样一条是320元 它成分是反复 那巧克力日本面粉香橙酱跟肉桂 很香 一打开那个可可的味道 非常好 原来它是粉 有点像是脏脏的那种 然后上面还有一片巧克力 我觉得巧克力控应该会非常爱 因为它的那个味道 超暖的 真的是巧克力脆片欸 有那么特别 而且它好浓郁喔 是那种非常高级的柑橘巧克力味道 哇 好好吃喔这个 然后它有点蒸果 坚果吧 增加它的口感 哇 我觉得它这个巧克力 我很少吃过这种 它不是棒蛋糕 它是海绵蛋糕吗 然后外面裹一层脆脆的 薄薄的巧克力衣 再加上一点坚果还有可可粉 它几乎是像生巧克力 哇 很浓 好好吃喔 好像在吃巧克力本人 它口感居然像棉花糖 超级像云一样这样棉一下就没了 这个口感我没有吃过 我觉得很厉害 很好吃欸 看不出什么厉害对不对 吃下去真的吓一跳 它甜度大概 七八分吧 那我觉得amazing的是它的口感 跟它巧克力的质感非常高 好 手超脏 太好吃了 接下来我们要开箱的是它们家 算是很有名的 雪碰饼 对如果你们觉得呢 这个 这个 讲话的感觉 跟我脸变得圆润 或是我的妆效 妆法不太一样的话 请你不要意外 因为真的是跟 刚刚的那片段 隔了一个多月 对因为它们家的品项就是 有一些热门的商品 它们是 有固定期间开团的 它是告诉你说 如果你没有要吃 一定要冷冻 如果你要吃的话 就是冷藏退冰 大概三小时 然后再放到 差不多5到10分钟再享用 它的价格加运费是945 对反正我就是 在它们家 身上花蛮多钱 因为我知道雪碰饼 其实就是 绿豆沙 然后蛋黄的 一个月饼类的东西 所以它有告诉我们说 宅配一定会有一些风险 那我其实刚刚也有偷看了 就是确实 它感觉就是没有到很完整 但我觉得无可厚非 开箱一下 它有9颗 打开来 我觉得打开来的麦相 可能已经没有到很好了 就是这样子 它的横切面非常的漂亮耶 蛋黄 很完整 好那我觉得我想要吃吃看 就是完整一整颗的 放入嘴巴 我已经退冰 大概至少十分钟了 然后摸起来就是冰冰的啦 废话 闻起来其实很香 那个奶油跟那个绿豆沙的味道 我鼻子好眼 吃下去的口感 我不知道是冷冻的关系 吃起来没有到很酥 或是蓬松的感觉 但是很像是王师傅的金月娘 然后甜度很低耶 大概三分吧 然后奶油的香味很香 但还没有吃到蛋黄 蛋黄好好吃喔 它蛋黄完全没有腥味 然后很绵密 我跟那个绿豆沙好合喔 我不知道怎么讲 就我觉得它吃起来 比看起来好吃非常的多耶 这个感觉吃起来 会想要一口接一口耶 嗯 绿豆沙 融合得好完美喔 就感觉它们是一体的 完全没有口感的差异 然后鲜鲜甜甜的 跟王师傅的金月娘的差别在说 它里面是比较黏合的 然后王师傅它那是松散的 所以你吃的时候它会一直掉屑屑 这个不会耶 这个好处就是你吃的时候它会 它其实黏的蛮老的 嗯 嗯 真的很厉害 全怪每次买都超强的 好好吃喔 嗯 有的月饼你一吃就会很吸口水 那这个月饼就是完全不会 就是跟陈耀薰蛋黄酥很像 就是你吃进去是很顺 然后也不用去找水喝 就会非常的顺口 然后哇这个 这个我觉得很厉害耶 应该很少有人做到能那么融入 对啊这个真的好融合 很厉害 它咬下去有那种冰心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因为从冰箱拿出来怎么样 然后它有一些地方就会集结成 比较厚实的那种口感 就是它不是松散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口感我很喜欢 好终于要开到最后一项 然后大家有没有觉得 诶 诶怎么跟刚刚的 头发妆容跟光线又不一样 因为我们又拖了大概 两个礼拜吧 终于等到最后一个蛋黄酥寄来 已经从就是 三十度拍到现在已经七八度吧 我都感冒了 时间成本跟金钱成本都很长 拜托大家就是多帮我看一下 那这个是他们很有名的蛋黄酥 我忘记多少钱了 价格我再打到旁 打在旁边 这个 会告诉你一些蛋黄酥要注意的事情 使用丙级日本面粉 八项奶油 特条红豆馅鲜乳咸蛋黄糖 冷冻半瘦 保存 冷藏的话可以保存7日 我已经闻到一股香味 然后这股香味 的奶油香蛮特别的 它长得好漂亮喔 我觉得跟陈耀迅差不多大 然后它的颜色就是琥珀色 大黄酥长这样子 很切面很漂亮 层次 是很丰富 然后蛋黄蛮大颗的 然后红豆馅也不少 这样子 好那因为蛋黄酥它其实 正确吃法应该还是一大口 咬下所以这种 切一半的我就先不吃 我就直接吃这个 它的是那种 有点像是小小的火香 我觉得很可爱 然后它的颜色特别的水 它底层 它竟然有芝麻耶 我现在才注意到 芝麻 那我直接吃了 我觉得吃得出来它的酥皮 香气出来了 它的甜度还好 我觉得大概也有六七分 但不会腻 它中间这样比较干一点 我不是很确定是因为 冷冻又冷藏比较多甜 它的豆沙也添干 但吃起来不会觉得说很 干到会拔在喉咙 嗯 然后它每一口咬下去的那个 外面的那个饼皮蛮扎实的 感觉出来有烤到 有点酥脆的感觉 但是又不会像 陈耀俊或是博尔糕饼那么的脆 我觉得它底层的那个芝麻 我把它那个底部的扎实感 又更凸显出来 整体的甜度吃起来大概六分 还蛮协调的 但我觉得有点偏干 不确定是不是 单一因素 这个我觉得它的 盆切面算实润 我再吃吃看 我觉得它的蛋黄呢 算是稍微偏干一点点 陈耀俊的部分呢 它的蛋黄是 吃得出实润的 层次感看起来是还好 再吃一口 我觉得它奶油香气是吃得出来 我拿去烤了一下 然后它的蛋黄变得好油亮喔 它会不会比较好吃 你吃吃看烤过的 因为我觉得没有烤 好像有点偏干 烤过的话 烤过真的好很多 因为它整体吃起来比较湿润喔 我觉得它是要烤的 但是说实在话 嗯 它的味道啊 还有它的口感的层次的程度 嗯 对我来说啦 它是好吃的蛋黄酥 但可能跟陈耀俊比 我还是觉得陈耀俊是略胜一串 反正这个就是比较主观的东西 但是真的要烤 嗯 历经大概有没有三个月 台中很知名的无框架甜点终于 开箱完成 哇这个真的是我开过最长的开箱 但是我觉得还蛮值得的 因为呢 我必须要总结一下 我觉得里面我吃到最令我惊艳的 就是它的雪碰饼 这个雪碰饼真的是我吃到觉得很好吃 很 蛮惊艳之外 我分给我同事朋友 他们每个人都觉得很好吃 然后其中我的同事还马上订了三盒 对 然后其他的话 蜜橙可可我觉得也很好吃 它是带有酒味比较浓的可可 算是棒蛋糕 我的影片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的话 帮我按喜欢面前分享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 你有没有吃过无框架的甜点呢 在留言跟我分享 如果你觉得还有推荐哪一家 你觉得很厉害很值得试吃的话 我也会想尽办法来开箱看看 记得追踪我的频道 辣妈祖父生活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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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见